这两天这个没办法下雨 就整个这个曼谷一直在下 下了以后呢 属于那种特别大的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做这些东西 正好呢这一集这个系列是吧 今天是最后最后一个话题 差不多很快就结束了 下面休息几天再说 你老将下雨没有一个合适的场所 我不管说什么东西 听起来背景都很大 确实不是很好 你好你好 那个我们一直在说 既然你已经离开了中国 或者你准备 没办法能下雨一遍 外面的雨声相当大 我试过好几个地方没用 那个哪怕是你还没走 如果说你准备踏出多门 那么有一个心态呢 就一定要调整好 就是你要做好一个 一切从头开始的这么一个准备 不管你以前在内地 混得多好 或者说你有多么能干 多么能挣钱 那么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以后 往往啊啊 是吧 那可能下雨的地方确实多 亏好我从那个老窝站出来 要不然的话会更麻 因为我临走之前 寄的东西啊 往内地寄的衣服啊 寄的这些东西 差不多花了一个月 才寄到 就正常情况 不超过十天 那么 现在呢 为什么说他 他那个 路上时间比较长呢 因为他想把东西 运出老窝会非常的困难 老窝现在发洪水 他全国的主公路 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十三号公路 他有很大一部分是潘山公路 那么下雨以后呢 暴雨会冲毁一些 低洼的这个路面 完了以后呢 他也也放水 也存在这个水库放水 然后淹掉 村子也有这个情况 所以 到泰国还好一点啊 最起码这个曼谷 它属于一个 丛林世界 钢铁丛林 在这个地方呢 你不至于说 下雨你就淹水了 或者像老窝一样 坐不动你就断电了 手机没信号了 断网了 这个还好一点 它目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但是下雨这个问题 你没办法 你热带雨林地区 他每一个国家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同乡会呢 看你在哪儿 是吧 明明你看我们前两天 前两天那个说的那个事 这个上个月啊 上个月发生的事 是吧 老欧的这个同乡会 是吧 湖南同乡会 那么会长被杀了 那么现在不破案了吗 是吧 就是老乡杀老乡 花钱故人杀 对吧 牵涉到利益比较大 那么你在老欧里面看到 很多省的这个同乡会 你比如江 没有江苏的浙江的浙江的广东的 湖南的 对吧 他都是属于比较大的 那么中国总商会下属 他会有几个那个大一点的商会 可能还有小的 就是我们不经常遇到 那么到泰国来以后呢 因为这边的华人比较多 泰国目前可能是全球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国家 就大致有一千万 就目前啊 说他这儿 中国人应该是最多 那么他的浙江会呢 特点也比较 比较独特 他不仅仅有这个 省 是吧 广东的江苏的不见 那么各个省的浙江会 他还有一些县 主要是广东的 就潮州地区的 甚至他还有一些村 是吧 村里面他也有同乡会 因为他人多啊 他这个地方他老生多 是吧 还有一些呢 他就不是同乡会了 他是一个宗族 你比如林氏宗族 是吧 王氏宗族 他们有这种宗族聚会的场所 他们在曼谷市内 尤其是老的华人街上 他买的这个 买的这个房子 作为 宗族共用的 是吧 定期的聚会啊 做一些 互相的救援啊 他这个其实 泰国呢 他是比较细化 他不仅仅有同乡会 而且有同中 同性之间的 这种联络 其实这个东西呢 他比中介好 因为他有一个 红香或者说有一个血缘上的这种柳带 相对来说啊 他不是光认钱 对不对 他还讲一点人情事故 那么 我们总体上来说啊 你出了国以后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忘记过去 是吧 你如果说一张白纸 大学刚毕业 那就没得说了 如果说以前你在国内做个小买卖 开过公司 是吧 当过高管 甚至在大学讲过课 是吧 完了以后有很多人 出来以后端个架子 是吧 你端个架子是最麻烦的事 对不对 你说你在国内干过什么 你干过什么 那是你的事 对吧 好汉不提当年勇 对不对 你过去就过去了 是吧 你说 你说你祖宋 是吧 星亥革命第二枪是他开的 对吧 就算你能考证出来 对吧 那东西是他开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你该干啥还是干啥 是不是 这个没办法 所以你呢 一定要搞清楚一点 离开中国以后 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中 你都是一个新人 是不是 你没有任何 可以叫板的东西 是吧 你刚到一个新的环境 你最起码 你得先熟悉人 人家的这个文化 历史 风俗 就是哪怕你就在中国人圈子里 你也不用把过去 背在嘴上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 不喝酒还好一点 一喝酒 就来了 对吧 最多三杯酒下渡 98年我怎么样怎么样 是吧 我第一部手机的号码 是多少多少 是吧 挺好玩 就你刚开始觉得挺好玩 挺有趣 但是你老这样搞 就没什么意思 对吧 我们还看到一种 那种半风的 对吧 动不动我手机 政府监控了 是吧 我是那个 被政府老控了 对吧 你就是一两千块钱的破手机 你里面装他们五十多个微信群 它能不卡吗 是不是 那东西还要政府来控制你吗 对不对 你换一苹果就了 是不是 最简单 你买粮 二百五十六的 对吧 最大的类传 它保证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是不是 你天天边三倒四的 你说 又想回国闹革命了 是吧 又想在这儿呼吁西方国家安置你了 或者说 你希望大家给你捐款 让你作为职业革命家 你想到最后 老婆都跟你分居了 是吧 都离婚了 或者都跑路了 嫁给黑人了 完了之后 你还在这儿想 对不对 你老大瓜 你老是有这些东西 它不存在肥老共体 是不是 你混的都跟流浪汉差不多了 他有兵啊 他控制你啊 控制你 你能干啥 把你抓回去 最多也就是一个精神病院 对不对 这别的地方 轮不着你 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呢 你不管你干什么 你如果出来 你就安安的干什么 是不是 我经常说一句话 你离开这个 对地了以后 你不管到哪个国家 尽可能做一些 你自己熟悉的事 对吧 你比如说 你开个小工厂 你就到人小工厂去上班 或者自己开个工厂 有钱的话 你自己开一个 是吧 你说我饭菜做的好吃 那你开个加仓 加仓贷款 对不对 最简单 你说我在国内 我卖过衣服 卖过鞋子 没问题 是不是 你做个小晚餐 其实都很简单 花不了多少钱 起步很容易 最怕的就是什么呢 高不增低不就 动不动我要劳革命 是吧 动不动我要呼唤民主 呼唤自由 完了以后再组织海豹出去 是吧 那就跟疯子差不多 好吧 所以出了国以后 不管你做哪一行 你都得踏踏实实的 而且刚开始你有一个磨合期 不能把国内的经验 完全套用到国外 对吧 你说 我在民主宪政国家 什么东西都要守规矩 对不对 我呆不惯 行 那你就去极度腐败国家了 对不对 老挝 泰国 越南 都是极度腐败国家 是吧 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做一些你所擅长的工作 你说你找几个相对你比较熟的 对不对 你比较熟悉的行业 你比较熟悉的这种 行贿的方式 其实你能做很多事 是吧 你该接工程接工程 是吧 低买高卖的都成 对不对 你给国内各个单位 说拉个披条 签个线 招商影子也好 还是这个 购买设备也好 购买语言材料 购买零配件 其实你想干啥都可以 但是你得搞清楚一点 你出来是干的 你是出来挣钱的吗 还是出来想换一种活法 如果你说 你出来都没出来一样 你就是奔着钱 对不对 或者说 你必须要跟国内讨好关系 你如果说 你有什么 不同的想法 会影响到你今后的争议 对吧 你还想在 共性的这个圈子里继续搞钱 那你就闭嘴 对不对 你就别那么多抱怨 是不是 那么如果说 你要想给 妻子孩子 一个健康的环境 那么你就找一些相对 合适的国家 找一些相对合适的地区 是吧 你就是最腐败的国家 它也有小规矩的地方 是吧 有一些行业 它还是比较走规矩的 而且这个 你出了国以后 大多数国家 它有一个特点 收了钱给你办事 对不对 你不管是政府官员 还是这个 这个这个 警察也好 或者这些人也好 其实他收了钱 他是给你办事 办不成 他一般不会收你的钱 或者说 他会退给你钱 如果你说 你这个事没办成 完了之后呢 钱也不退了 你放心 多半是中介 把你这个钱拿走的 是吧 就中国人宰中国人 杀俗 就是这么多东西 他在中间 短了个路 人家办不成 一般是不会收费的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 从那个爬山过来 就是护照也没有 钱也没有 甚至背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债务 那么人家调门很低 对不对 我们见到一些曾经 挑着楼筐 去卖东西的 对吧 前面装的洗衣粉 后面装的小百货 然后呢 我也看到过一些 骑着摩托车 摩托车上面 就摩托车后面 他打了一个大的木头箱子 里面装了各式各样的小百货 花不了多少钱 什么 一个旧的摩托车 几百块钱 一千块钱 打个木头箱子也就二三百块 是吧 经典这种小百货 也就几百块钱的事 喊不拉喊加在一起 不超过三千块 他就起步了 对吧 那现在人家 拥有几个店面 是吧 有自己的别墅 车子买好体账 老婆甚至都取了好几个 我见过一个最励志的 带了五件换洗衣服 三床棉被 就跟着工程队过来打工了 就是一礼法箱 人家现在自己盖了一个十层楼的大楼 六个老婆 四个孩子 据说还在生 还在生 他预备有十个孩子 一个孩子一层楼 这个房子以后 他遗嘱都立好了 对吧 最主比我小 但人低遗嘱都立好了 以后这个 所有的孩子 每个人拥有一层楼的房产 但是呢 只许租 或者是住 不许你卖 对吧 你不能把楼拒了 我把我这层拒了 卖给别人 这不行 所以呢 你说 你说你出国以后 你要是少发实际的去干 其实很简单 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说我要带几百万 或者说我要认识国防部部长 我要认识三军总司令 是吧 我认识外交部部长 没什么用 就这个地方呢 就你出了国以后啊 大多数国家他比较正常 那么正常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再高级的官员 他也不能在法外 还能给你一个什么特权 就最多你说你认识他 你认识他认识他呗 对不对 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 就你的生活他帮不了你 对吧 你说你作为小买卖 或者到哪儿上个班 你说国防部部长给你批个条子 你就能怎么样 做梦吗 对吧 你别指望这个 没有用 你套不上 各个国家的这个法律 它都不太一样 人家的这个游戏规则 跟这个中国内地也不太一样 对吧 所以呢 尽可能不要带着这么多的幻觉 往外走 你就正常的生活就足够了 是吧 你说我刚来我什么经验也没有 我找一熟悉的中国人的这个店面 我帮他去打打工 顺便学习一下 是吧 或者说你 你说 我不愿意帮人打工 是吧 我丢起的人没问题 你作为小买卖 要不来多少钱 对不对 几百块 几千块 他起家都多了去了 是吧 所以呢 你 这个适应的过程相当重要 首先你得说服自己 就你得 放下身段 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 你路途中遇到的 再多的艰难困苦 其实都是很简单 就可以解决的 不是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吧 你说你 你说你找一个熟悉一点的老乡 找一个熟悉一点的朋友 那么大家聊聊天 没事你多请人家喝喝酒吃吃饭 对不对 喝喝啥 多问一问 不懂 不耻下论就可以了 不要老想 这个东西我 不好意思 那个东西我不好意思 那完了你就是 待多少年你也不好意思 最后怎么办呢 什么你也不懂 就你跟社会 它始终是隔绝的 你这个东西就麻烦了 你哪怕融入不了 当地国家的文化 是吧 融入它的这个 人文环境 那没问题 你在中国人圈里也能混 是不是 你如果说你看不起 你看不起他 你谁都看不起 觉得自己不得了吧 是不是 我在国内曾经 你要知道 他还有一个曾经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 面对新的生活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 非常 就坦然的这种心态 这是我心态 又从头开始 我就当洋察队 对不对 我到任何一个国家 我到任何一个 不熟悉的环境中 我就从您开始 以前的东西放一放 不要说忘掉 很多东西你可能忘不掉 对吧 我在国内有一个公司 我给别人抢夺了 是吧 我在国内别别别人欺负了 你慢慢想 是吧 你晚上睡不着觉 你可以想 但是你不能把它带到 日常的这个 生活和工作中来 对吧 因为你是要 在新的环境中 你首先要站住脚 你要有一个适应 然说你才能谈到 大展前脚 对吧 你说我有一创意 是吧 是 你的创意要跟当地的情况 要相符合 是吧 你我我我见到最最好玩的 最搞笑的一件事啊 他是 一个福建福建 也是老乡 老乡跟他说啊 到这来好发展 来了 叫老乡啊 到老乡来了 来了以后 因为他跟我住 住的比较靠近 经常到我到我店里来聊天 就刚来 刚来以后 我说你准备干什么 他说我准备开一个桑拿玉 哎我说这东西好 对不对 因为我到了这个老乡以后 就没正经的洗过桑拿玉 是不是啊 你如果说那个宾馆的啊 倒是有 但是他跟中国的毕竟是不一样 对吧你说 说到你那儿洗个桑拿玉 哎挺好挺好挺好 我当时很赞 完了之后他越往下说 我听得越 心里越发毛啊 知道吧 说我得从广东 找几个大使 完了我从福建 我的老家 再调一些小姑娘 我就我就越听越不对 知道吧 我就问他 我说你 听谁说的你能这样干啊 你想在这儿搞一东莞 是不是 我说不可能啊 他说不对 他说我的老乡跟我说的 投资不了多少钱 很有市场 我说不对啊 我说你老乡是一社会主义国家 对不对啊 他是有出来卖的 是有业总会 但是他没听说过 给你开这种色黄的企业 对吧 你又是一外国人 可能吗 我说不可能啊 他说不对啊 他说我老乡跟我说 我说你老乡毕竟不是政府 对不对 他不能代表老乡政府 给你一些证证 对吧 他想啊 谁出钱啊 你出钱啊 对不对 我说这样吧 我说我呢 不是 这是 专业的中介 对吧 可以帮你咨询到一些政策 啊 你好你好 没事 然后完了之后 我说你最好呢 你自己 能去咨询一下 就 咨询了半天 这事就黄了 黄了以后 现在干啥呢 现在开出租车 是吧 因为他不缺钱嘛 对不对 他买一出租 买个出租车 自己花钱啊 买出租车 他这个 他这个老挝他没有什么出租 几个什么大的出租公司 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不对 他买个出租车 他在中国城到这个机场啊 来回接送人啊 有的时候给人家单位开个包车 挺好的 他觉得 小日子过得挺美 对不对 原来的那些 庞大的这种投资计划都谎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 就是你对一个国家 你可能不了解 导致你投资方向会出问题 是吧 你比如说你在 你在老挝 你不可能开一个 这种色黄的这种企业 是吧 你可以在泰国 你可以开 没问题 对不对 他这合法 但是呢 你在老挝 你可以申请到赌牌 就你可以申请到赌场的牌照 对吧 你可以开赌场 这个在他那是合法的 是吧 但你在泰国他就不合法了 你别说开赌场啊 你说你拿出赌牌 跑到这个大房屋门口 往赌场你去打牌 是不是 警察都会抓你 对吧 所以他 有些国家 他是禁止色情业 有些国家是禁止赌国业 你得搞清楚 你不要听别人跟你说 你不管谁跟你说 对不对 最终你必须要遵守当地的这种法规 是吧 我也一样 就刚开始我也上过很多当 就对所在国 你身处的这个国家 你对他的这个规章制度 你不懂 他不懂 就交学费呗 就是今天被坑了一回 明天被警察抓了一回 是吧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 骑个摩托车 给警察抓到了 抓住以后不带头盔 完了一查 人没有驾照 车子没有牌照 或者说保险过期了 他不是不想买 你买摩托车的时候 他都已经把这个 保险贴花什么都买了 是吧 买完以后第二年 他不知道到哪去买 对不对 他又不好意思求别人帮忙 完了第二年 他就没有保险了 对吧 这些东西都是要被罚款的 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国家 你要遵守的是人家的法律法规 不懂的 你去请教 去问 不要自己自说自话 我想干什么 我说 你想怎么样 跟这个现实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你可以天天想 随便想 对不对 你睁开眼 打开门走入社会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得按照规则来 对吧 所以呢 不仅仅是 你把心态要放平 另外还有一个呢 要谦虚 就不懂的 多问一问 就我刚到泰国的时候 我在泰国的华人论坛 发了很多请教的东西 是不是 我连在哪买酱油 我都不知道 对吧 买中国烟那是甭想的 除非在微信群 是不是 把中国人买给你的 但是你不仅仅是价格的问题 还有一个真假 你也不知道 对吧 就它不是一个店 这个东西就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呢 它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长的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刚来的一两年都会再跟头 基本上你待到三年以上 差不多你就什么事儿 基本上的搞清楚 就跟一个新驾驶员一样 你拿到驾照 你说我在驾照 学的再好 没用 你得拿到驾照以后 去开车 别多 你跑个四万公里 什么路况你都遭遇过 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 处理 驾车的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你不管是看路牌也好 是吧 对车辆的熟悉也好 其实它都是有时间的 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不要说我 我在国内沉浸 没有用 真的 我重申一遍 不管是谁 你哪怕你觉得你是一个神龙 你出来以后 都是要从零开始的 没有人会例外 幸运儿可能有 但是不要把自己幻想成 那个特别能干的 上帝特别垂青雷达 通常情况 我们都是普通人 不要这样想 给自己这样的幻觉 容易导致 在你熟悉住在国 风土人情 熟悉它的这个 各项法律规定的过程中 就你产生一些抵触情绪 你老是猜 人家说半句 你就把下面半句自己老补了 对不对 没有用 你老补的是你的东西 对不对 你随便这么想 这个你必须得 踏踏实实的去学 去适应 去请教 比你来得早的人 宁愿交一点点学费 是吧 你就是说我丢走 是不是 我在有限的这几个范围内 还丢个脸 无所谓 不难看 是吧 你今天出个笑话 明天出个笑话 吃一线长一智 你要老是 老是凭着自己的印象去做 硬顶呢 可能吃的苦头会更大 适应的过程 将会需要的更长 好了 或者说刚刚踏上别的国家领土 尽可能 尽下心来 从零开始 好好享受你的新的生活 不要把内地的一些习惯带出来 不要先入为主 即便你在穷里 你也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没有人可以例外 好 这几天那个谁 找一找合适的话题 完了以后再说 是吧 这个系列呢 基本上讲完了 我也知道很多话呢 可能说的比较重 不是所有人都爱听 没问题 因为我的这个 受众本来就比较小 所以我的压力并不大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